天津老城乡 东马路东北角质一带 曾经是晚清和民国初期 天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之后历经百年 2003年的6月1日 见证了天津六百年历史的老城乡 拆迁工程正式启动 天津东马路也因此在时间上 被分割成了两段 之前的一段是历史 那么之后呢 时光到位置秦光绪27年 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天津的屈辱时刻 当时的临时政府六国都统衙门 强拆了老城城墙 如今的东马路 就是由当年的东城墙开拓成路 东马路北起北马路南至南马路 中间与水稿大街 东门内大街相交 全长1010米 地上的这条线是当年老城中轴标志线 正对面就是东门内大街二道牌坊 东马路的周边区域范围并不大 但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却是改变了近代历史的走向 受到东马路就不能不提东北角观音号 在老天津人的心中 观音号是一个地区 一个时代的烙印 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如今观音号已经大人无存 这个叫观音号的大楼 是2003年改的 它注定在这儿 更像是一座延续了天津人百年记忆的纪念碑 那么观音号究竟是一座楼 还是一个地名呢 这说来就话长了 1902年 时任职地总督袁世凯 代表清政府 接管了纪北繁华第一城的天津 但此时的天津位已经元气大声百废在心 为了顺利接受和优效管控这个懒贪子 袁世凯煞费苦心 他采中的策略就是拿来主义 首先是仿照西方的警察体系 制定了中国本土第一部警务章程 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 此举一出就立件成效 仅仅两月的时间 天津市面 见真静谧 小小不置横行 接下来 袁世凯就开始着力于 恢复天津混乱的金融秩序 他主持创办了天津历史上的第一家官本银号 北洋天津银号 也就是后来天津人俗称的官银号 1903年4月1日 北洋官银号在东北角转角大楼 北马路一侧正式开业 这个楼盘就是原先官银号大楼的位置 当时官银号除了给工商企业提供贷款 还鼓励民间储蓄 因为其超显的金融理念 而扬明经文 不过后来 由于遭受金融危机 导致其破产倒闭 让人感叹事实的无常 这是当年东北角的标志性建筑 转角大楼的位置 它始建于1901年 起初是作为路过都统衙门的办公大楼 大楼建成后被袁世凯张荣 北马路一侧 作为直立天津观银号的办公楼 东马路一侧 则作为税收部门常管局 1906年 北比石电能电设公司 开动了天津第一条环城油轨电设线路 在东北角 专门设立了观银号站 这样 天津的老百姓们 就把东北角的大楼 误认为就是观银号 东北角是当时天津城市CBD中心 人们去东北角 就会在观银号站下车 这样久而久之 观银号呢 就从一个集中机构的概念 演变成为直带东北角 这个地区的城户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 当年在观银号对面的马路边上 树有一个消防撩望斗 由于撩望员每次要是一般站下来 是有晕倒的事情发生 才有了晕倒 这句天经俗语的说法 到了20年代末 观银号倒闭 转条大楼也被拆除 从此 作为一个集中机构的观银号 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 它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 观银号仍然是当时东北角的代称 1935年 正清德大楼把第二期取代曾经的 观银号大楼 继续演绎着东北角地区的 房华与长盛 然而天经人还是习惯的 称东北角为观银号 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 观银号菜市街 观银号富士品商场的名称 让早已不再是观银号的观银号 一直延续了天经人旧时的记忆 如今 观银号已经彻底消失 东北角仍然生动繁荣 时光也在不止的月中 走过了120个年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